藍風選手2012年 護會踢全賽是KM優勝 代表的是滾沙隊B-BoyWIZZ 盧勝 身高178公分 體重715公斤以後 果然是個B-Boy 這個出場跟天后不一樣 這場呢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相信呢現場的一些觀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也非常期待這一場 為什麼呢 等一下跟大家揭曉 接下來我們介紹紅包 111年全部的三彈 錦標賽冠軍代表漢將泰拳中心 決定稱烈英雄身高174公分 體重80公斤 黃旭鴻 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一場獅牲隊 歡迎大家來到祥福森林 歡迎大家來到祥福森林 開場 開場了 就是一個嗆聲 兩個人以前都是B-Boy 對 盧勝文甚至還是這個紅方 黃旭紅的這個老師 對他以前的借務老師 這一場私聲對決 但是這一次是在中紀三打擂台上 這個由藍方的B-Boy Weezy 這個由藍方的B-Boy Weezy 盧勝文對上紅方的烈英雄 黃旭鴻 黃旭鴻一上場就一個旋風攻擊 轉身 哇 雙方在拳腳上 非常重喔 哇 對 黃旭鴻直接一個西裝進去 哇 哇 雙方很激烈啊 哇 他根本沒有care他是他老師啊 對 他追他打 這超人吧 哇 黃旭鴻幾下砍在他的腳上 哇 黃旭鴻這公司是沒有停歇的耶 對 其實盧勝文這邊也有打擊到 蠻多的這個重擊 但是黃旭鴻這邊 是好像咬著對手不放 對 哇 直接把盧勝文掃到 哇 這個掃威力非常大 對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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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襲撞撞進去 哇 盧勝文 這是有 漂亮的light斗進去 哇 聲音非常大 對 但是黃旭鴻就是 這下巴很硬啊 扛住了 對 我覺得盧勝文打法是比較游走的 但是黃旭鴻沒有要給他機會游走 對 因為這場地很小喔 只要壓制對手 你現在就到邊邊了 對 他一進去就是控制住西狀 其實 黃旭鴻雖然說打擊的點上比較多 對 但是也吃了很多拳 是 但是他不要給他機會游走 哇 看起來這個黃旭鴻的滴掃是非常痛喔 對 盧勝文現在在這邊 哇 哇 一個左右右擺拳兩下喔 巴到這個盧勝文的頭部 接著西狀身體 哇 延續一波 看起來是想要帶走盧勝文啊 哇 現在到太 太緊哭的位置 延續西狀 壓制對手頭部 對 對 好 魯勝文比較被動的這個防守 對 防禦對手的下半身 哇 黃旭鴻就一個low kick之後 拳開進去 哇 這幾下的這個擺拳都很危險喔 對 可是盧勝文用他的這個臉部的轉動 對 閃躲跳這個擺拳的攻擊 對 是是是 哇 哇 黃旭鴻重拳開進去 連續上下勾 上下勾拳 對 可以看到 哇 盧勝文這個 右邊的赤斗 想要轉出去 再一個右邊赤斗 左手 好 看起來黃旭鴻直接就是 壓制之後一波打擊 就是不想要讓盧勝文有游走的機會 對 因為可以看出來盧勝文這個 手比較長喔 對 哇 幾下重拳西狀 哇 連續的攻擊 哇 西狀看起來要帶走了 哇 盧勝文這回合完全沒辦法抵抗這個 哇 黃旭鴻的攻擊 哇 這最後是 中響前 看起來應該是撞到了 下當 哇 突然撞到下當 oh shit 撞到下當 這個他真的是他 他之前的學生 對 應該彼此之間有些什麼現象之類的 應該是 極遠以久嘛 當學生都會這樣 天啊 這樣咬住對手 對對對 可以看到第一回合喔 這個黃旭鴻 這個 在公式上是非常 林立 就是 沒有停歇的啦 對 就是近身 左右的擺拳 然後太景庫連續的西裝 沒有要讓這個盧勝文有任何休息的機會 所以可以能夠理解 因為盧勝文他上一場比賽就是用一種 不斷游走的方式KO對手 對 你可以看到盧勝文這個手長 對啊 非常長 你看好幾個這個直拳 勾擊 是有打到黃旭鴻 那黃旭鴻他想出的策略可能就是 壓制之後 近身 強勢的打擊 對 對 強硬的壓制 然後連續的這個西裝白圈 是 所以我覺得 這一 我覺得他策略確實成功了 然後這一回合應該是由 這個黃旭鴻以非常高的比分 把勝利帶走 對 所以我們這邊應該要思考的是 怎麼樣在競爭處理這個黃旭鴻的控制 可以看到好幾次他剛才的這個脫逃方式 都是這種轉頭跑啊 是 背逃啊 他去處理 也許他要嘗試一些殘暴 或是 看起來他好像也太擅長這一塊 本賽事由吉姆老爹啤酒工廠贊助提供 吉姆老爹啤酒工廠是 台灣第一家推行精釀啤酒的觀光工廠 座落在水的故鄉宜蘭元山鄉 觀光工廠有可讓客人品飲 從酒廠直接供應的 新鮮精釀生啤 黃旭鴻大叫一聲 看起來這一場 這一回合就要把盧瑟文給帶走 準備 準備 快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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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Low kick 中 再兩個Low kick 對 左右擺拳 左右擺拳 哇他這個已經算是用尻的啦 對 連續的吸撞 連續吸撞 哇 底下吸撞 應該 我覺得盧瑟文開始抵抗吸撞了 所以 看起來沒有撞到啊 非常被動的防守 哇 又撞到 又撞到 哇 這個要給警告了 裁判拿出黃牌 直接黃牌 黃牌的話就會扣一分 扣一分 這差距就會差距很多 對 就即便你連續吸撞打死對手 你也沒辦法拿到 拿到一分 對 因為這是十分制的比賽 所以 哇 但是確實是連續吸撞上啊 是很容易撞到這個 對 下當的位置 他可能要試著用一些 可能從 側面的 對 側面的吸撞 關門那一種方式的吸撞 對 因為他這個他的吸撞 黃勳龍的吸撞比較多 是這種直上直下 是是是 比較直線性的 第一個 比較容易被對手這個 往下的手勢擋住 對對 那第二個就是 你會再一次的吸撞對手 你就很容易失分喔 是是是是 就白費你這一次的進攻 他應該比較多 要做一點側面啊 或是 你可能可以控制對手 驅幹頭部 然後再去做側面的這個吸撞 是是 可以 黃勳龍可能要思考他的吸撞 對 使用時機 這樣對對手的傷害也是蠻大的 對 而且不是一個正當的得分 對 好 看來盧森文這邊 回復的差不多 他還願意繼續打 畢竟沒有人想要打完一次這個 下體就受到重傷 對 開始控制距離 但是 哇 這個是被頭部打擊還是下當啊 好像是這個 前踢 掃到 前踢掃到 看起來應該前踢掃到 這個回復的有點快就是了 對對對 但是 難道有一點 不知道 但是確實喔 這個 但是 這邊應該要改變一下他打擊的風格了 對 本賽是由4Action4號影像工作室贊助提供 4Action4號影像工作室 是目前華語電影產業中最頂尖的影視動作設計團隊之一 由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的洪四號先生所創立 除了影視產業 洪四號先生更是長期關注國內格鬥賽史及格鬥運動產業 並且積極參與推廣 沒有 拍照 廊宇 郭德瑪 好 盧森文這邊 OK 他可以回復了 好 開始 再一次 現在盧森文攻擊 有點延遲 是因為 技殘對方的下當攻擊嗎 對 雙方是有換到拳的 黃泉直接開進去 開進去打 他決定為了防止 直接左右擺拳 中 總之冰拳 中 哇 盧森文這邊也來一個 但是被閃掉了 這有點空了 哇 我覺得黃旭紅 可能要試著接腿 然後他現在開始改變他的打法 他只用拳 就是為了防止 就是 不要再踢當了 哇 好 幾次的拳 他不敢用 他不敢用了 他止以了 他只敢用拳 但是拳好像吃不到對方 對 因為對方手長腳長 同時換拳的情況下 就會被他手架開 對 OK 看起來 OK 下段 下段踢 感覺黃旭紅 如果沒有太過近身 也打不到盧森文 是 他必須再一次把盧森文逼到角落了 開進去打 又再一次 又再一次 這是有拉開閃躲的 哇 馬上被盧森文 盧森文一次補了幾個兩個劍 畢竟盧森文的臂展 臂展又是還是在那邊 對 Uppercut Body 喂 這幾下Body Body 喂 盧森文開始嘗試吸撞 但是 沒有辦法招架 沒辦法 因為你沒有可允許 你吸撞其實就是盲 對 剛剛吸了 對 那個吸撞是不會有效果的 對 除非對手剛好走進來 你撞到他 對 像盧森文被動的擺頭 然後閃躲 其實黃旭紅幾下Body都有中啊 對 因為擺頭的 你屈幹還是留在原地喔 對 在黃旭紅 整個放棄了這個下段攻勢之後啊 對 吳森文依舊處於這個比較下風的位置 是是是 喔 第二回合 這個判起來應該 還是黃旭紅勝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但是這個 因為剛剛已經有扣分喔 喔 對 剛剛有一個西裝有扣分 所以 應該可能是平手 可能是平手 對 但是因為黃旭紅他得點很多 那 不知道裁判怎麼判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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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現在第三回合開始 黃旭紅一個上段踢 黃旭紅一個大拳 擺一圈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這幾次黃旭紅都用比較高段的踢擊 對 對 不再做下下邊腿 哇 魯勝文一個遠距離的前凳 黃旭紅壓迫 但魯勝文這個幾次攻擊都沒有在距離點上喔 對 黃旭紅現在開始只用拳了 用拳就帶走對方 哇 哇 手幫換拳 對 都有八號對手頭部喔 哇 下段踢 哇 下段踢 哇 下段踢 拳 哇 魯勝文也反擊了 哇 魯勝文打擊頭部的點算是蠻準確的 對 好幾次都有把這個 哇 這一波轉身邊拳 哇 他可以打在手上 就你來一下我也要來一下 對 但是擋在手上 好漂亮喔 怎麼又撞到了 又撞到了 這太尷尬了 對 哇 這已經第四還第五次了 對 看起來這一下應該是要 DQ囉 應該是要DQ囉 好 我們現在現場夾帶喔 先回合紅方連續犯規 所以 我們這一場比賽 由藍方魯勝文獲勝 好 來 接著我們由我們的 何浩雅雅 還是一場精采的比賽 我們為這場比賽 掌聲好不好 好 請這個分享 可以再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有嗎 我想請 Jonas 對 嗎 謝謝 這是啥 斯盛 下次 先讓我們 來 反共